大家好 今天呢 要來介紹我的最新地層 那除了介紹最新地層以外呢 還有想要就是幫一些 如果想要入坑一些偶像 或是才剛入坑的人 需要準備一些什麼 好 那今天呢 為了不要讓影片太長 因為我的最新地層如果要講得太細的話 會要介紹很久 所以今天呢 我分了三個階段 最新的三個階段 最新的三個階段 我分成入坑期 然後投入期 還有養老期 也就是穩定期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我們從怎麼入坑開始 我是怎麼入坑的呢 原本就有聽過他們的名字 然後後來我又不小心看到了 他們那個在下雨的時候跌倒的那個影片 我真的是超級心疼 我現在都不敢再點那個影片來看 但我也不完全是因為那個look 因為我的話那時候是看到他們Ruff那時候的跳舞的影片 然後就覺得他們的舞很帥 而且每個人都很漂亮 所以那時候就很瘋狂的就入坑了 那那時候我是2016年10月入坑的 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 是因為那時候他們才剛辦完在台灣的第一次見面會 所以我那時候整個錯過了 那再來就是入坑之後會做一些什麼事情 入坑之後我一開始其實就是查查影片 然後查查Google 也沒有很認真的做什麼 但後來就是有開始在看一些影片這樣 你會慢慢的了解 但不是那麼的快 所以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然後這前面都算是入坑期 再來你開始了解一些東西 你想要認真的去了解追星是什麼樣子的時候 就會開始進入到投入期 對那投入期呢就是會讓你花很多很多時間在追星這個上面 因為你要了解的東西很多 不管是一些飯圈的用語啊 還是一些規矩啊 綜藝啊 你會需要花很多很多時間去把這些東西都吸收完 那時候因為我就是真的是喜歡他們的 所以我就很認真的把所有東西都一次弄完 但是其實說真的最新的東西就是永遠 用不完 我講講我投入期的時候做了些什麼 我那時候參加了見面會 參加了人生中第一場見面會 然後那場還可以擊掌 我真的是現在想起來 那時候沒去我應該會後悔死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謝那時候有去 那時候擊掌的時候 真的是人生高光時刻有沒有 超級興奮 那時候 那我跟你講那時候飛爺跟那個野令 那時候一開始超興奮 在那邊擊掌 但後來呢 他們就累了 因為那天去的人其實也不少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一個滿有趣的T&I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 從頭入期我還有 我買了他們的專輯 第一次是在Love Whisper那張專輯 我買了兩個版本 都買了 然後那時候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專輯長什麼樣子 還有一些配置 才知道原來裡面是會有小卡這樣子 而且是隨機的 那時候我還重複了 我還以為 專輯裡面的小卡都是一樣 然後 後來 我還有加入社團 就是FBS社團 就是有一些 一起喜歡Gfriend這樣子的一個社團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原來是 有這麼多東西可以看 然後裡面的人就會 分享一些你不知道的消息 所以我是那時候才開始 真的有去知道要從哪裡得到資料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投入期 好 再來就是 呃 所謂的養老期 也就是穩定期 就是建商人在投入期的時候 已經 掌握了滿多東西的 接下來呢 每一次回歸 跟達哥 要做什麼建商 你已經都了解了 所以 接下來就是 一直照著 一樣的步驟去 完成每一次回歸 就OK了 我念期開始之後呢 我就會 開始瘋狂的 賣專輯 那時候真的是 我媽都覺得我瘋了 我那時候就是 每個版本都買了 那時候Sunrise回歸的時候 我版本全包 然後後來去韓國的時候 我也是把之前沒買的專輯全部補齊了 所以 最新真的是一個 要花很多時間跟金錢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真的覺得 只聽音樂 沒有花錢買專輯 也不是一件話 不是一定要花錢 或是做什麼 才是粉絲 沒有 你就是聽音樂 支持他們 喜歡他們 你就是他們的粉絲 所以希望 剛入坑的朋友們 可以想清楚 然後 只要你覺得快樂 那就是在追星 好 然後 楊老琦 還有什麼 我想一下 楊老琦 那時候 要講應該就是 我去了兩次演唱會 從2018年到2019年的演唱會我都有去 我2018年的時候是坐在二樓 因為第一次參加演唱會就沒有買太貴的票 那時候真的是超high 你出了一切 你長得如何 你知不得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演唱會 讓我體驗到演唱會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情 好 然後 2019年的時候呢 我也是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那時候買了 搖滾區的票 還有買看彩排的套票 結果剛好有搶到這樣子 後來呢 就是 進去看演唱會 那時候搖滾區 我原本以為是站著 結果 後來買票的時候才發現是 可以坐得的 我覺得還不錯 就不用人擠人 但就是因為我買那個位置 算是比較靠後面一點 所以有點可惜 但是是真的很high 然後唯一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 那個 演唱會不能拍照 就是在搖滾區那邊 工作人員會非常的嚴謹 大概就是這樣 差不多我的整個最新地層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最後再講一下 我就是最新的這個整個過程 就是學到的一些東西啊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觀念 就其實我在最新的過程中 看到很多人都會因為最新可能 他們就是有點沒有 就是放錯重心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沒有過好 然後你把重心全部都放在 就是你喜歡的偶像身上 就其實 盲內也有講過 就是他希望 就是在喜歡他們的同時 就是他們 我們是喜歡他們的 就是努力跟 就是好的地方 要學他們好的地方 而不是你就是 拼命的喜歡他們 但自己生活卻過得一塌糊塗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是很感動 就我覺得你應該要 好好的 過好你的生活 那最新只是你 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不是你的全部 因為影片蠻長的關係 所以我應該會把剛入坑的人 需要知道的一些APP啊 或者是一些TMI之類的 到時候會放在下集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囉 안녕